佳晋 佳晋 佳晋啊 我们都叫人家攻击啊 你都没有看到 这样我就烦恼 人选支援黄建伟被控沉积性交 老婆蔡轩燕力挺 造致她情史丰富 金牛座房建伟严卷入民主风暴了 16号有网友在PTT晒出 某位女性受害者的发文 指控人选支援遭浪者 某位男演员2006年 趁她吃安眠药昏迷不省时 春季幸舟 PTT笑已经有人在骂了 对 就是这样 弄傻 弄傻 线索指出对方也是赎金短片的男演员 因此被推断是黄建伟 后来呢该名受害者也直接表态 对 就是黄建伟 你跟某位背着生病的妻子 月炮的演员一样恶心 佳晋 佳晋 佳晋啊 我们都叫人家攻击啊 你都没有看到 这样我也烦恼 受害人说2006年 他得到电影短片演出机会 当时得吃安眠药才有办法入睡 某次隔壁房的男演员敲房门 问要不要跟剧组去唱歌 他因为要睡觉拒绝了 起来4天醒来 发现自己什么也没穿 我找了该名男演员 询问昨晚发生什么事 他说他喝醉了 还问我为什么不叫 其他女生都叫得很大声 他还说我没有反抗 那我们学到是可以百差百中 因为我们有一个 就是练习 你从小就要百差百中 你那个事迹我都听过 原本受害人相信一切只是意外 但多年后喜欢的男生跟他说 他绝对知道你吃了药 因为他不是第一次这样 近来他因为创作者名单 选择看完人选之人 我很想问简历宁 谢尹萱 廖丽灵 你们这些人真的不知道吗 他在学校的事迹 你们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听起来 已经忘记了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你 就觉得自己 对啊 不过黄建伟对此 也吹起反攻的号角 他透过经纪人回应 年轻时确实有过很多交往对象 但对于报道中 仅20年前曾经来往的叙述 并非事实 本人绝无违法之情事 表示针对不时指控 将委由律师进行后续的法律动作 而黄建伟 恰巧跟老婆蔡轩燕 在《人选之人》里饰演夫妻 蔡轩燕丽听老公 建伟年轻时的确情事丰富 我和她结婚之前 就已经摸透透她的过往了 但她是一个做事有底线 有原则的人 不会做出违法的事 平日里关于错误 有做过的她一定会承认 并且道歉改进 而关于那些没有做过的事 我自己是当梗涂在看 很想看你被骚扰的表情耶 很想说不能自我演作了 嗨 大家好 我是武动 谢氏乃哥 我是许乃琳 我是台湾上 是奥巴桑 丹米红 我是蔡康永 哈啰 大家好 我是小A4 我们是号角香吉 哈啰 大家好 我是杨伦 祝福三立新闻网 十周年生日快乐 今天要求三立新闻网 十周年生日快乐 祝三立新闻网 十周年生日快乐 祝三立新闻网 恭喜三立新闻网 十周年十全十美生日快乐 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 十周年生日快乐 祝福三立新闻网 十周年生日快乐 祝福三立新闻网 十周年生日快乐 祝福三立新闻网 十周年生日快乐 祝三立新闻网 十周年生日快乐 祝三立新闻网 十周年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你生日快樂 祝3D新聞網十周年了 好快喔 生日快樂 鎖定我們娛樂新聞APP 更多的憲哥就在這裡